六四天安门 中国当年爆发六四天安门事件 台湾大量派特工潜入中国 就是看重趁北京陷入民主化浪潮 能顺利发展组织 因为工作最危险 平安回台更能晋升重要官职 根据了解张超软和另一位月志中 过去待过军情二处 主要做情报搜集 后续转任军情五处 主要针对港澳情报工作 机密的自通电只是辖下其中一部分 而贡提案中少将月志中位阶最高 同样也曾去中国执行敌后情报渗透任务 当年他派到北京潜伏 我们派赴工作是先机专案 就是取得大陆对我们台湾有所攻击的时候 我们先知道 像过去收集情报组织人员 还要去破坏还要行动 军情局退役特务卷入共谍案 关键在于特工即使退役后也应该避免去中国 这次三人加起来到中国整整十次 还跟对岸情志单位碰面 敏感身份也因此被情志单位盯上 三日中午陈明西凤哲台报道